红白相间的超大型野餐店 就这样铺满整个巴黎香榭丽舍大道 两侧挤满法国知名小酒馆 提供火腿 发棍 马卡龙 凯撒沙拉等经典餐店 中间留给数千人席地野餐 在明媚天气下就地啃着长棍面包 气氛悠闲浪漫 随着奥运将在7月26号登场 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提前造势 吸引目光 大道管委会在凯旋门前 铺起216公尺长的红白隔桌布 从27万申请人中抽出4400名幸运儿 参与一场精致野餐 目的要让巴黎人重新爱上 原本就属于他们的休闲空间 我们觉得世界上最美丽的旅程是普通的 不过比起凯旋门前的一片欢乐 法国各角落人潜藏危机 东部的里昂市地铁站26号 金船男子持刀砍人事件 包括一名十七岁青少年在内多人受伤 警方赶到场后拉起封锁线 伤者中有两人腹部受伤 一人手臂受伤 索性都没有生命危险 地方官员指出犯案的摩洛哥男子 是非法移民 攻击似乎并非出于宗教或政治动机 检方正朝杀人未遂方向侦办 加拿大政府则获速发出警告 法国恐怖主义风险正在增加 想要在惊吓感受巴黎活力 人得谨慎做足安全准备 正在新闻以后注目到